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争取以及讨论 为草屯镇的九九峰 生态艺术园区终于开园了 所论的开园仪式 从中央到地方都派演参加 现场做舞虚席 文化部长龙应台 以及地方首长 以种植木栏 阐述生态永续的概念 不过其实这地方背后努力的过程 是相当艰辛 主要因为这地方在九二一地震 怀疑有严重的走山 还好现在的地方人士 不断的极力争取 最后卢苑打造了这艺术家聚落 几十年前 这个九二一之前 本来要在这里建立一个 叫做文化艺术村 那后来呢 到九九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那就停摆 停摆一阵子以后 这个中央级的 那时候的文件会的 这个主任委员 这官员高级长官 说这个九九峰 有土石流 那这个建筑 这个九九峰的计划呢 也就是我艺术文化村的计划呢 就停止了 文化部成立之后 我又觉得说 这个地方经过了前面 几乎三十年的讨论来讨论去 然后你什么都不做到 最后回到所谓放弃的原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于南投 那么大的阴阴的期待 尤其是那么多的艺术家的期待 会让他们 我是觉得有点不忍心啊 这座艺术园区 占地约四点八公顷 是一座结合生态 以及艺术的园区 因为交通便利 是非常适合全家一统欣赏的地方 而且那部摆放的艺术家作品 每位在国内大有名气 所以文化部长龙印台 推荐国内的民众 可利用时间前往 今天的展览 心里也蛮感动的 因为这些艺术家 他就完全抓到了 我们对这个所谓的 艺术谦虚的 面对大地的这个精神 他全部都是用 在地的素材来做的 那我相信这个地方 会是很好的 让各地方的小学的老师们 带着孩子们来走一趟的 那我也特别呼吁说 台中的市民 彰化的市民 就整个周遭的 以后你们是不是 多带孩子来九九风 看一下最朴素的艺术创作 艺员简锦贤 以及廖子佑在出席时表示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努力 让草屯镇成立了 国内读书意志的文化新地标 这对草屯镇民众来说 是相当荣幸 也期许现内艺术技能 不断提升 照热浪县内艺术人才的作品 都在这地方展示 明星王 黄一怀 超通采访报道